大家好 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今節我們仍然會看智慧的心聲 就是針然的八至九章 我們看到第九章 就是智慧與愚昧兩條路 去到最後的部分就是愚昧的呼喚 愚昧呼喚我們講到十五至十六節 就是愚昧呼人的呼喚 呼喚過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 說誰是愚昧人可以轉到這裡來 又對那些無知人說 呼喚過路的人就是直行其道的人 直行其道的人就是生活正直的人 按常理說 罪惡是可恥的行為 是不見得光的 應該要盡量隱藏 避免被人知道 但是在這個末世的時候 罪惡的聲音反而毫無隱藏 光明正大 這樣將錯誤的思想觀念行為 大聲地圈揚出來 讓眾人不以為這才是潮流 這才是對的 比如不再尊重傳統一夫一妻制的婚姻 好像不合時宜一樣 新時代的人對於一夫多妻 早妻五妻晚妻一夜情等等的婚愛情 或者同性戀出貴等等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甚至還表明應該要尊重和鼓勵 第十六節就說了 就說 誰是愚蒙人可以轉到這裡來 又對一些無知人說 愚昧和智慧同樣邀請愚蒙人作客 魔鬼撒旦尋找人的軟弱 針對人的需要 誘惑人進入其中 尤其當人遇到錯誤打擊的時候 走投無路 心靈虛空 情緒低落的時候 特別軟弱的時候 誘惑就更加成虛而入了 罪惡感染力的強大 誘惑無時不在 也無所不在 人因為軟弱 都是有罪性 很容易陷入罪的試探和誘惑當中 所謂學好難學壞很容易 而且人本性喜歡模仿 以為追隨著群眾應該不會錯 也不自覺一窩蜂模仿別人的惡習 然後是罪惡感染的勢力 有時罪惡勢力是隱藏的 潛得很深 但是在末世的時代 罪惡的聲音反而大聲 直呼毫無隱藏 高虎傳統所走的道路是錯誤的 而他們所走的道路才對 是好的 一夫一妻債就已經不合時 新時代的人物對於一夫多妻 婚愛情就更常見 把罪行公開也沒有羞恥地宣揚 罪惡呼叫的對象就是過路的人 一般都是那些磨碌 有正當職業的人 直行其道的人 就是有人生目標的人 當魔鬼撒旦要得著人的時候 甚至更加會向基督徒埋手 他們針對人的需要 就會誘惑人進入他的家裡 普通人都會有他的衝擊 走投無路 心靈空虛 情緒低落 而異端邪教 就更加會在這個時候成虛而入 其實這些人也是基督徒應該尋找的對象 但當我們行動慢一點 魔鬼撒旦就會乘機擄掠這些人 所以求主恩待我們 令我們看到罪惡勢力的可怕 感染力的強大 他的計謀也是幾乎空險的 特別 罪惡感染勢力有兩點 我們必須留意 首先 罪惡的感染力無處不在 而且是強大 原因是人是有罪性的 第二 人本來喜歡模仿 追除了別人的惡習 成呂比的高處就是 爭取世界的高位 有能力地推動罪惡的運動 聖經就告訴我們 魔鬼撒旦在黑暗世界當中掌權 是神暫時容許的 耶穌被試探的時候也默認了 魔鬼撒旦擁有世上萬國和萬公的榮華 歷史記載這個罪惡勢力 是透過政治的勢力來壓迫神的教會 是敵黨神的真理 初期教會遭受到迫害 信徒幾代都是生活在暮月當中不見天日 而為了要持守信仰堅精神 在黑暗勢力彰顯裏 馬太福音24章就宣稱 天國的福音要全變世界 向萬民造見證 罪惡的勢力尋求社會上崇高的地位和權力 而耶穌基督的方法就是透過寫己 背起十字架 造炎造光影響全世界 當我們願意謙卑 並且富有使命感的時候 神就會使用我們這些卑微的人 如約瑟在埃及遺牢 神使用他成為一國的宰相 求主恩代我們 令我們有使命感 透過職業的崗位廣傳福音影響世代 我們先講到這裡 之後我們會繼續講第九章內容